好 弟兄姊妹平安 各位朋友好 欢迎来到张布丽谈念说地 我们今天开始一个新的直播 那这个今天我们要谈一谈这个 曹三强牧师 曹三强牧师是这个 被中共抓起来关了七年 他刚刚出狱 那么这个算刑满释放了吧 那在三月四号 在中国被释放 那么他在这个云南坐牢 那被押回到湖南 因为他是湖南老家的湖南 那今天我们谈谈他 那在谈谈他之前呢 也有些朋友最近关心我 是张布丽怎么好久没有做节目 是不是身体又有问题了 跟大家报告身体没问题 那就是教会太忙了 那么春节期间 教会爆炸性的增长 很多的人拥进教会 那牧师就要关怀呀探访呀 打电话呀 那么然后呢 我们帮助他们安排呀 有很多的来到美国的 也有些是走线的 也有些移民的 那么他们都需要灵性的需要 那以后得谈这个问题啊 这个现在走线的非常的多 来到美国大概差不多 中国大陆走线的也有七八万人了 那这两年的期间 那洛杉矶当然是最多的 纽约和洛杉矶是最多的城市 那我们的教会坐落在这个 Ontario 就在安大略 那离那个华人的密集区 就所谓的丁胖的广场啊 或者说 现在改名叫民主广场了 民主广场啊 那么我们离那有一段距离 大概开车要50分钟一个小时 所以啊 这些新移民并没有来到我们教会 当然有些搬过我们附近了 那就寻找教会 那很多就来到我们教会 那这个 所以很喜乐 服侍的很喜乐 那另外春节期间 很多的同工生病 那感谢神 那神保守我 反而没有生病 当然知道我这身体 不是那么特别好 赖赖巴巴的 对吧 老是这个病 那个病 总是有点病 但是神的恩典 就是总是够用的 就像保罗所说的啊 我们有一根刺 我们求神挪开 但神没有挪开 神说我的恩典够你用 我的能力会在你的软肉上 显微 这个显微能力 我的这个恩典 会在你的软肉中显微能力 那感谢神 那所以谢谢大家关心 那继续 还是希望每个礼拜 能跟大家见面一次两次的啊 做节目 那因为我们这里边 很多的这个订户 因为我老有不做节目 就不见了啊 那我也是觉得 还是要关注 我们关注这个天国的事情 我们也关注神的国度 在地上的彰显 这我们都需要关注的啊 好 我们今天谈 我们今天的重点的话题 就是曹三强牧师 他七年 刑满 出狱 那么他被押解回到湖南老家 湖南老家跟他的妈妈展示居住 曹三强是应该 是我们华人教会里信主 比较早的中国大陆背景的基督徒 那么他是学英文的啊 他的专业就是英文 后来他娶了一个美国姑娘 就是他这是最早的八十年代 大概好像是他这八六年啊 就来美国留学了 那比较早 然后呢 在美国他就认识了他现在的妻子 他们结婚生了两个儿子 那么曹三强信主 然后进入到宣道会的神经院深造 获得了这个MD 道学硕士的学位 然后呢 就开始服侍华人教会 那我跟他也认识了 有差不多有三十年了啊 很长时间了 那么这个他 我做 我还做一个普通会友的时候 他已经是传道人牧师了 那就算我们的前辈 年龄虽然差不多 当然他是我们的前辈了啊 那么 这个 他为什么被抓 为什么被抓 我觉得除了中国政府说 他在缅甸 因为他在缅甸呢 他会来来去去的 有一段时间的服侍 原来并不是做 原来他做在北美 做大学校园的施工 后来中国的改革开放 形势越来越好的时候 他们就回了中国去宣教 就到了这个 这个中国的他的大学啊 或者其他的地方宣教 后来上帝就感动他来到了这个中缅边境 到了这个缅北 缅北我们知道缅北是马帮吧 大概是就现在 电子诈骗最严重的一个地方 毒品呢也非常的严重 那曹台娘牧师呢 就在那里做什么工作呢 他主要做校园的 这个就是儿童的学校 他做了好多的学校 他在缅甸呢 也算无偿的做慈善的工作 我记得那一年我在 这个香港 这个傅西丘牧师 还有唐从容牧师 在香港有一个聚会 也请我去做其中的一个讲员 曹台娘牧师是我的翻译 那是中英文的两个 Language在一起的聚集 那么当然呢 大多数来都是国内中国来的 基督徒 那当然有些美国的牧师来 我们也请了一些美国的牧师不多 可是我们为了尊重美国牧师 还加了一些英文的翻译 那所以我的讲道 我记得是曹台娘牧师翻译的啊 那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因为时间也很长了啊 那他在这翻译了好多的讲员 然后他就跟我提到 他在缅北的施工 在缅北的瓦邦 这是一个非常乱的地方 毒品交易仓决 然后呢 这个被那些 怎么说 就那几大家族在控制的那个地方 然后电子诈骗也在那个地方 那么他呢 在这协助瓦邦 兴建了一些的小学 那他不仅兴建小学 为这些贫困的儿童提供 这个读书的机会 那这个不容易的啊 不用怎么也要了解啊 这也是我们宣教的一部分嘛 宣教 基督教除了我们传扬耶稣的福音 我们也做很多慈善的工作 不管是教育啊 医疗啊 那么还有这个文化呀 文字的翻译啊 那么很多的基督徒 做了很多这方面的工作 像中国最著名的大学 过去都是基督教的大学嘛 对吧 燕京大学 现在北京大学用的 就是燕京大学的校园嘛 那是基督教办的 齐鲁大学的济南 那都合到济南大学去了 那个山东大学去了 那也是基督教办的 那上海就更多了 圣约翰 枝江 这个好多的大学 都是基督教办的 那医院就更不用说了 像咱们在北京的 这个协和医院 这也是基督教办的 很多都是基督教办的 后来1940年 中国政府全没收 那么在过去的时候 国民党的时候 这个教会的学校和医院 都是独立的 那么中国华人教会 对于这些宣教的工作 做的也是 不是那么特别的 怎么说 不像西方的教育 做的那么好 那曹成祥牧师 觉得这方面很需要 所以他到了绵北 在绵北呢 他在那服侍了 大概有十年的时间 他建立了很多的学校 然后呢 有好多的数千名吧 据说有三五千个儿童 他们能够接受教育 那你就要筹款呢 不仅筹款呢 我记得他还让我们 寄衣服给当地啊 那我们很多的衣服 当然不要旧的啊 都要新的 那我们这个就很多的 新的衣服 T恤啊 这个裤子 帽子 那么都寄到当地 就通过他的关系 去到缅甸 给缅甸的这些孩子们使用 使这孩子们可以能够入学 好像 其实缅甸政府对他的事工 还是给予一些的帮助的啊 那么虽然不是帮助特别多 但是起码政府还表彰过 他的这个行为 那么2017年三月 就是2017年的三月 那就是这个 这个 这个七年前嘛 那么 曹丹强 3月5号 他像往常一样 他从缅甸返回云南 这个缅甸和云南的交界数啊 有的时候走海关路比较远 你走海关地得绕到这个 这个海关的地方很远 其实这个村子 缅甸跟中国就村子连村子 这个这个乡就连乡啊 对吧 这个就像过去中国跟越南都一样 对吧 那都是村连村 乡连乡 我记得小时候我们还唱一首歌 说云南中国 山连山 江连江 那个我小时候还唱过啊 那我们东北人给他改了 就是江连山连山 康连康 那意思就是很近很近的啊 那缅甸也是如此 那么这个 曹丹强牧师过去来回走呢 基本上不走海关 当地的百姓也是如此的 那么因为走海关呢 需要这个走很远的路 倒不是说那个签证 那签证钱也不多 因为走很远的路 那就过了一个小时就过去了 那再卖过小时就回来了 就来回这么走 就是经常会给他们带些衣物啊 这个帮助啊 带老师过去 带宣教的团队过去啊 那这也就习以为常了 但是中国呢 老百姓他过去都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睛 但现在他把曹丹强抓了 就是因为 他中国2018年2月就失私了宗教条例 的修订 那么这个宗教条例在修订之前 就严格的限制基督教在中国的活动 比如说啊 外国的牧师不能到中国去讲道 这绝对是不可以的 那你讲到了呢 可能过去是可以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那现在是不行的了 现在你回到中国 所有的从国内来的 到美国东安神院 做了牧师的想回国 那必须啊 不敢写自己是牧师 如果是牧师的话 在海关就会被拦住 甚至问你 甚至监督你 跟踪你 那么这个很多牧师为了探亲也好啊 访友也好 回家去看一看父母啊 为了减少麻烦 一般都不贴牧师 就贴教师 当然在圣经中牧师跟教师 都是可以通用的啊 这个 所以宝罗说 神所赐的有使徒 有先知 有牧师 有教师 有啊 这个这个 传福音的各经其职 建立基督的身体 所以 这是这样一个情况 那 曹大强是3月5号被抓 那被抓的时候呢 关到了云南的 这个 这个监狱里边 啊 他 啊 然后就被判了7年 判的这个 当然当然美国也是抗议了 因为曹大强虽然不是美国公民啊 那么他如果是美国公民 就可能这个问题还简单一点啊 那么因为他不加入美国公民 他为什么不加入 他娶个美国太太 那他结婚都30多年了 那他早就应该成为美国公民的 可是他不加入是因为他爱中国嘛 他爱中爱灵魂嘛 爱中国的那些啊 可慕耶稣基督的人嘛 他觉得成为美国公民 每次都要回国要签证 这个比较麻烦 所以他做中国的 他觉得神对他的护照 就是做中国的福音工作嘛 那这样他有个绿卡 就可以来回回美国 因为妻子在美国 孩子在美国 那么他这个来回就可以方便走嘛 啊 对吧 所以他就不想加入美国啊 这个国籍 所以这个就比较 判的就比较重 那所以如果他是美国公民呢 那美中国要判他的时候 那他要考虑到美国政府的态度啊 美国跟中国在这方面 老是因为人权的问题发生一些的冲突 那中国也常常会拿人权作为叫人权外交 就把中国的这些啊 中国籍的拿绿卡的 在美国工作的这些传道人也好 这些政治怎么说啊 这些这个民运人士也好 抓起来 然后跟美国换取经济的利益 或者其他的利益 那经常会这样 我们知道中国的人权外交玩的很显手啊 这个我们都知道 所以那这个曹南强就被抓了 被抓了 他就被判了七年的徒刑 那他的罪名呢 叫偷越国境罪啊 偷越国境罪也不至于判七年啊 这个判的很重啊 那当然这个他是有这个 如果严格的来说 他确实是有偷越国境的这个这个行为 那么这个这个行为是因为当地的啊 这个习惯就是这样子的 就是走来走去走来走去的 而且这个像缅族缅甸人 很多民族跟中国的民族都是一个民族的 他们来回谈亲访友都是这么走的 所以呢当然就把他判了 当然我们了解是这个判的 其实他的背景啊 都是有这个对基督教的限制 有这样一个背景 就是宗教条例修订发表之后 那么这个所有的没有经过中国政府批准的 出自宗教目的的这个中国公民 可以被判刑甚至处于最高20万美人民币的罚款 是这样子啊 那么曹丹奖就被判了 当然判了美国的国会也抗议 有几位议员也这个写信给中国政府 那也有议员来关注这件事情 但是中国政府还是判了 因为他们对基督教要打压下去 同时啊 在那这个那段时间判到著名的牧师 还有这个王仪牧师啊 这个被判了九年 王仪当然不是投约国境罪 他是这个阴谋 他是山颠罪 煽动颠覆政权罪 阴谋推翻政府罪 好像这个他就是把他跟政治挂钩在一起 因为王仪牧师在秋雨教会 在这个四川的成都 这个秋雨教会 他不同意宗教条例对家庭教会的约束 因为宗教条例认为 所有的家庭教会都是非法的 他们必须注册成为三字教会 那我们知道这个注册成为三字教会 在基督教里面 他涉及到历史的问题 神学的问题 还有教会的管理的问题 这些很难 就是家庭教会加入三字教会 非常难 这里边我刚才讲了有历史的问题 有神学的问题 还有教会管理的问题 那这个家庭教会认为 政府不应该管教会 因为政教应该分离 中国的宪法也是规定的 宗教信仰有自由 所以为什么一定要加入政府的教会 那神学上三字教会 还是属于比较laboral的 那起码他们在讲道的时候 他不可以 这个这个他必须按照政府的要求讲 就是说他有的是不能讲的 比如说 创世纪 你讲神的创造 那我们中国是进化论 这个好像 不太在三字教会能够讲到这一部分 还有漠视论 上帝的审判 漠视的来临 耶稣快来了 那这种信息是不能传的 因为中国 不希望耶稣来 耶稣来他们这坏人被审判嘛 所以他不想耶稣来 耶稣来对他有什么好处 所以不能讲这个 讲这个有点这个 怎么讲 对维稳不利 所以呢 这个不能讲 所以那你想 我们如果一个牧师讲圣经 不能够 全面的讲圣经 那这个就没有宗教自由了 这个所以呢 家庭教会在神学上 也不加入 也不认同三字 三字是属于自由派的神学的 也不诠释了 也有些三字教会 还是牧师们 他们的训练的背景比较好 那他们也能够 存讲那个存证的福音 但是 他不能够 这个按照自己的意思讲 他的讲稿 也经过政府审查 像我在美国 我讲什么 这是言论自由太好了 不需要任何审查 我今天我在我的谈天说地 我都不需要 不要说 不要经过政府审查 我这人都不需要教会来审查 因为谈天说地 是我个人的原地 我可以在那里发表 我个人的看法 我的看法不见得跟教会的 其他的弟兄姊的看法一样 但是 这是我的自由 我的权利 那这个很重要啊 咱们在中国没有 那曹丹江被判了 这个一段时间 关了 当然他被放了 是我们大家很高兴的事情 那我有个朋友 叫这个 这个 郑乐国 他原来是我们教会的传导人 在新加坡分堂的时候 他呢 写了一篇文章 那记载着 曹丹强在监狱里的情况 他这个 他是这样的啊 我这个引用他了啊 那我要给他一点credit 那么他是这样说的 我看一下啊 说曹丹强入狱开始呢 他没有机会读圣经的啊 那么他在监狱的图书馆里呢 找不到圣经 找不到圣经 但是他就找到了 与宗教伦理有关于的书记 包括像尼采的随笔啊 这个汤姆叔叔的小屋啊 还有能找到一些赞美诗歌 像齐恩典啊 平安夜啊 马曹的圣鹰啊 普世欢腾啊 这些歌词还能找到 所以他就把它抄下来 他没有纸啊 他会抄到这个牙膏盒上 牙膏皮上 那么网头上能抄多少就抄多少 那么这个真的是很不容易坐牢啊 那么这个 所以呢 他在监狱里嘛 也这个希望能够读到圣经 有圣经 但是中国政府不给他 后来律师呢 经过了许多次的争取 终于那么给他一本圣经 那他可以在监狱里读圣经了 据说曹三江拿到圣经的时候 是热泪盈眶啊 因为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珍惜我们在海外 我们可以读圣经啊 但是我们却不愿意读啊 很多的时候我们看微信啊 看一些的没有必要的东西 可是 圣经我们都觉得 都休息了 可读可不读 听牧师讲道就可以了 上主事学就可以了 小组查经就可以了 平时没有养上自己读经的习惯 这个还是需要 我觉得海外的弟兄姊妹真的需要悔改 有人说我们在美国的基督徒 都是做花教上天堂啊 太容易了啊 那么当然能不能上天堂 那我不知道 这个花教能不能上天堂 不知道 好像耶稣说上天堂 并不那么容易啊 那你需要这个 这个 你信了出来 你信了耶稣 你要行出来 基督的 这个样式 因为有一天 这个我们看到 在审判的时候 那个麦子会放在舱里 那个麦子会烧掉的啊 当然现在是麦子跟麦子一起成长 耶稣讲的比喻了 那么 这个后来的不怎么 什么原因 圣经又给没收了 也不让他 这个 不让他读了 那么这也是一种 逼迫 残酷的 监狱判了行了 没有读书的自由 因为 他给他判的不是政治犯 是属于这个 托越国境 中国任务 不会给基督徒定政治犯的 除了 王仪氏 王仪氏 推翻 政府罪 其他的就是 你牧师开了心水呢 就说你诈骗罪 那么什么 反正给你定的罪 都是跟这个 没什么关系的 然后定刑事罪 那么 曹三强呢 不能读圣经了 但是他的母亲呢 就在每一封的信件上 抄写两三段经文 供他阅读 那刚开始抄了 抄多了是不可以的 只能抄两三节经文 所以你看 这个神的话 是精神 是我们生命的粮啊 我们要吃啊 曹南强在监狱里边 没有生命的粮 他会渴呀 会饿呀 对吧 那么 他的律师朋友呢 说希望 这个曹南强 写一个清单 跟监狱交涉 那把他母亲写给他的信 都能够要回来 他母亲总给他写了多少信呢 给他写了52封狱中的书简 那么他给母亲呢 这个 曹南强给他母亲写了52封 那他的母亲只收到了31封 其他的被监狱预防给扣留了 那这里边有很多的珍贵的记录 那么这个 所以呢 这个律师的意思说 昆明的监狱应该把这个 这个犯人都被释放了以后 那他应该把人的 私人的物品还回来 包括他的信件啊 那么曹南强在监狱里 大量的时间是用于祷告 那他出狱到以后 他就表示说 他每一天清晨是五点钟 他自然醒来祷告 因为监狱当然是没有时间了 没有表给你看的啊 但是呢 他大概这个时间 从太阳升起来 感觉到大概的时间 但是呢 监狱不允许他祷告 不允许他祷告 你不可以跪着祷告 也不可以坐着祷告 也不可以站着祷告 那他怎么办呢 他只能彻身 还是当做睡觉 然后来祷告 所以祷告也 也不允许 所以就准备 我们在外面啊 这个祷告会 很多人都不愿意来参加 教会搞一个祷告会 来那么我们教会来七八十人 算不错啊 每个礼拜三祷告 那么弟兄姊妹 你看到在监狱里 你祷告 你都没有这个权 也不让你 基督都必然要读经 祷告啊 赞美神啊 对吧 那这是我们信仰的一部分 这是我们的宗教信仰自由啊 不应该有人监视 但是监狱不行 所以呢 他只能这样的祷告 彻身做掩护 来祷告 那监狱的生活很受限制 他被另类对待 白天有监狱的人 来监督他 有三个人 这三个人贴身跟踪 就贴身跟踪 如果你要自言自语 你说圣经的话 他就拦住你 不许说出来啊 然后呢 这个 你说不就会被惩罚的 如果你遇到人 跟别人打招 我说你好 也随害你 那立刻就会被打断 那绝对不可以的啊 那然后呢 这个 这个 否则呢 他当然不能打你 这个像曹丹强 毕竟 太太是美国人 他又是绿卡 那么他又是著名的牧师 所以当然没有打他 可是他们可以打那个 接着他的人 贴身 接着他的三个人 如果不控制住曹丹强 他的言行 说话 他们会被惩罚的 所以呢 曹丹强 虽然孤独 但是他说 我从来没有孤独 圣灵给我力量 我知道上帝与我同在 我也知道弟兄姊妹 跟我在一起 这是他的 在监狱里边的 出了以后的谈话 那么监狱在 啊 瘟疫的期间 就是这几年的瘟疫的期间 这个探访就停了 就他的母亲也不能去看的 不能去看的啊 那么 但是后来2023年的5月7日 啊 曹丹强的母亲恢复了 监狱的探访 他要需要从 坐20个小时的火车 啊 这是他们三年来 第一次的面对面 20个小时的火车 只让他们见了三分钟 这老妈妈呀 坐了20小时的火车 只让他们见了三分钟 这是因为他妈讲了一句话 说某某牧师在为你祷告 就立刻就不允许了 就不允许见了 他妈妈就痛哭啊 又坐20多个小时的火车 回到自己的家乡 回到湖南 所以你看到这个中共的监狱 多么的残酷啊 多么残酷 对这个母亲跟儿子见面 坐老太太坐了20多小时 坐火车 就让人见三分钟 这毫无人性啊 这毫无人性 对吧 这个所以呢 你会想到一个人为了信仰 坚持多么不容易啊 所以呢 曹丹强牧师说 原来这一方面 害怕牧师的祷告 也害怕我们外边的人 为监狱的人祷告 因为他妈妈说是 有一位牧师 为你祷告 我不说这个牧师的名字了啊 那么立刻 就不允许他们谈话了 这对你的惩罚 那所以监狱方面是害怕 我们在外边的基督徒 为监狱的基督徒祷告 因为监狱的基督徒 跟外边的基督徒 如果要在祷告中 在圣灵的祷告中 他们彼此相连的话 他们坐牢就不孤独 所以我们真的是 弟兄姊妹要为他们祷告啊 我常常的为王仪牧师 为曹丹强牧师 为张展姐妹 为王炳章弟兄 还有为这个 现在安徽邦府的 这个胡牧师 还有这个山西的 这个临分的教会的 这些牧师传道人 我常常为他们祷告 为他们祷告的时候 我才知道我今天在海外 我是应该怎么做 我在一个自由的环境下 我应该这个为主 做更多的工作 他们被关起来 不能做 我必须替他们做 所以这个 祷告是有力量的 所以因为曹丹强牧师说 我可以感受到 大家在为我祷告 我可以感受到 上帝与我同在 他说建议方面害怕 你们为我祷告 祷告是有功效的 不然为什么他们这么害怕呢 他说我感觉到 这七年来 大家在为我祷告 我得胜的走过了 死因的幽谷 那这是他 他的谈话的内容啊 那么曹丹强牧师呢 这个 出狱了 但是 还有很多的 基督徒 传道人在中国的监狱里面 需要我们祷告 所以弟兄姊妹 不要放弃祷告 圣经说 一个肢体受苦 所有的肢体一同受苦 那一个肢体得荣耀 那所有的肢体一同得荣耀 所以大家还是要继续为国内的 我们的牧者 同工 传道人来祷告 所以感谢主 那这个 这个谁 那个乐国呢 也介绍一下曹牧师的信仰的情况 曹牧师今年65岁了 从监狱里出来 他说他不会退休的 因为服侍上帝不会退休 曹牧师20岁信主 20岁很早啊 他是中国结束文革后 第一批正式接受外语专业教育的人 那么这是他有兴趣赴美 1988年 结婚 进入到 这个宣道会的神院读书 那么 腾进辉牧师 是他的老师 曾经组织暗牧团 为他案例 曹天江牧师90年以后 就一直是美国的永久居民 就绿卡了 他选择不入籍美国 是感受到上帝对他的呼召 就回到自己爱的祖国去传福音 所以他创办了地下的这些学校 培养了大量的学生 其中有一些学生在他入狱以后 一直关注他为他祷告 2014年他将注意力转向邻国的缅甸 直到他入狱 所以他做的是人道的事业 绝不应该为世卫是非法的活动 那么他在被捕以后 以前他是一个美国公民的丈夫 那美国国务院当然对他坐牢深表关切了 至少有9名议员为他发出了声明 那联合国的叫任意拘留问题工作小组 那个发言人 这个兰托斯 也这个组织大家 发出请求 那我们知道美国的对华援助协会 富异修牧师也经常捞币国会 那一些议员为他发声 所以呢 他现在被释放了 那这个我们当然这个高兴啊 我们为他走过了七年的监狱 还是这个在主的里边忠诚的挨住 做我们的榜样 我们感觉的高兴 但是呢我们也同时要继续为他祷告 因为他身体受到很大的损伤 因为根据中国的法律 出狱刑满释放的人是有人身自由的 他们说你想去哪就可以去哪 想见谁就见谁 任何人没有权利阻止你 律师是这么说了 但是中国不一定啊 那中国当他释放以后 派四个警察把他押送到 坐火车押送回湖南 押送回湖南 那么当然他会来美国了 我们也会见面 如果来美国有机会 我让他上我们的节目 跟弟兄姊妹见面啊 他在国内的一份代祷信中 是这样说的 曹牧师营养不良 现在是经常耳鸣 听力减退 牙齿脱落 膝盖不舒服 有这样的症状啊 那他的律师朋友建议他出狱以后 要做全面的身体检查 那必然的这个一定要做全面检查 那么他想回美国 但是现在他应该是有这个证件的问题 因为他已经这个他的护照也过期了 来到美国他也没有美国护照 那他绿卡那他需要中美两国 在他的旅行证上要有配合的 对吧 那所以他也没有医疗保险到现在 所以呢 我相信他回到美国会有了啊 曹元强牧师走的这条路 就是中国圣徒 王明道等先辈曾经走过的路 中国有一批王明道 尼托生 这个袁向成 林献高 李牧胜 那这个还有这个谢莫善 那这老一代的传道人都经过监狱过 没有经过监狱的 这个这个最后最早 没有经过监狱的都是参加三字了的 那后来文革就是三字的 因为被投到监狱里 所以在中国你要信耶稣 你要付出代价 所以耶稣也告诉过门徒们 说你们跟从我的要付代价的 这个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 十四章就对门徒们说 你们跟从我若不爱我 甚过爱自己的妻子儿女 弟兄姐妹父母 甚至自己的性命 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耶稣讲的这个代价 讲的非常的清楚 做耶稣的门徒要付代价 那这个代价耶稣已经告诉我们了 你们要跟从我就付了一个代价 那这个老一代的基督徒 他们坐牢 做出了这个非常美好的榜样 和生命 那这个我相信 今天中国教会的复兴啊 是跟这老一代基督徒 他们在监狱里为主做的美好的 见证有直接的关系 王明道牧师被判了无期徒刑啊 尼多生啊 弟兄的监狱放了 后来在劳改农场啊 这个死亡 据说是被害死的 他的职外上 陈宗道牧师写了一本书 我的舅父王尼多生 就写他是被毒死的 因为要出监狱了 不能让他出去 然后呢 这个元将成牧师被释放 林建高牧师被释放 他们都做了非常好的榜样 所以有今天教会的存进啊 教会的成长 当然随着改革开放 就教会人数暴增的时候 也把实际很多东西带进来 我相信这个逼迫 也有上帝的美意 那就是让教会再次被火的试炼 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纯洁 所以呢 这个生命 当教会被历练 这个圣洁成为讨神所喜悦的时候 教会又会迎接一次霸占性的增长 这是我相信的啊 那么曹天强牧师已经出狱了 那监狱绝不是曹牧师个人的专利 中国还有其他的牧师圣徒在监狱里边 他们头上都带着经济的冠冕 这足足说明了基督徒的生命和生活 是不断的背十字架的生命 那是我们的 所以呢 这也是我们信仰的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原因 我们信耶稣 我们就信他 这个死里复活 我们信耶稣就信他与我们同在 就像保罗在菲利比书说 无论是生是死 总教基督 在我身上 照常的显大 这个恭喜曹坦强牧师出狱 我们也盼望他早到美国 和我们这些弟兄姊妹相见 我看到他的照片一下老了很多 七年 当然这七年从五十多岁才进入到六十多岁 一下的老了很多 那身体也受些损伤 继续为他祷告 为他的家人祷告 好消息就说 他的二儿子已经结婚生子了 大儿子现在也快结婚了 那这是好的消息 都在美国 那这个感谢神 另外的好些就是他的母亲 而且这个身体还很好 在他坐牢这七年 都是母亲在伴随他 母亲到监狱看他 因为这个 这个 媳妇在美国嘛 孩子 孙子在 儿子在美国嘛 去中国也不见得方便 那么这个曹南强跟家也不能联络 唯一的了解儿子 媳妇和孙子的情况 都是通过他的母亲 所以呢 这个也祝福这位老母亲 愿神纪念他们 纪念他的全家 好 也纪念第五准备的祷告 那我呢 最近要外出了 最近忙 也是因为要外出宣教 我要走几个国家 至于去哪国家呢 我下次节目再跟大家说 好吧 愿上帝祝福大家 我们这个 张不利谈天说地 欢迎订阅推广 那我不管怎么忙 我还是希望能跟大家聊一聊 我们需要带到关注的事情 愿神祝福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